大家好,我是阿灿 小草苦瓜想要不苦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记住简单的两步 草出来的苦瓜既不苦又下饭 而且颜色翠绿好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小草苦瓜的家常做法 现在正是苦瓜旺盛的季节 刚从树上摘下来两条新鲜的苦瓜 先把清洗干净的苦瓜头尾部切掉不要 再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 然后再借用你家孩子吃饭的汤勺 把中间的瓜囊给它掏出来不要 苦瓜的瓜囊苦味比较重 尽量给它刮干净 这也是减少苦味的关键一步 给它刮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把苦瓜叠起来切成厚厚的薄片 全部切好再放入大碗中 再往苦瓜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用薄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后 腌制十分钟 把苦瓜里面的水分给它撒出来 这也是关键的第二步 准备几个青线椒把头部给它切掉 然后再把线椒从中间给它片开 最后再把辣椒切成丁 切好先放入盘中 再准备几颗小米椒切成圈 切好跟青椒放一起 几颗大蒜子先用刀给它拍扁 再随便给它切上几刀就可以 切好再给它盛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黑豆豉也放盘子里面备用 这个时候苦瓜也腌制好了 也撒出来很多的水分 把水给它倒出来 接着再倒入清水 把里面的盐分给它抓洗干净 抓洗好后再捞出挤干水分 先放入盘子里面 锅烧热先不放油 倒入苦瓜 开大火把苦瓜里面的水分给它炒干一下 把苦瓜给它炒软炒断生 最后把苦瓜炒软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接着再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豆豉和大蒜子 一起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放入辣椒 继继继续翻炒 把辣椒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接着再把苦瓜倒进去 加入少许食盐调味 一勺鸡精 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接下来再开大火翻炒均匀 全部给它炒断生后再放入几滴白醋 继续大火翻炒十几秒钟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简单好吃的家常小炒苦瓜就做好了 给它粘入盘中即可开吃 这样炒出来的苦瓜既不苦又下饭 而且颜色也翠绿好看 夏天天气比较人热 我们要多吃一点苦瓜 清凉解暑又开胃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麻烦生抽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